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阿Q 歡迎大家跟黑貓一起練日文 今天要看的新聞是關於旅行的 雖然我們還未能去旅行 又或者應該這樣說是可以去 但回來要隔離 但是慢慢這個世界 直接開關的時候 究竟有多少人會想去旅行呢 這個新聞就是關於這個的調查的 我們就一起看一下今天的新聞 提案によると 日本の中で旅行をする人は 1600萬人です 去年の同じ時は 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の問題で 東京や大阪などに緊急事態宣言が出ていたため 今年は約68%増えそうです しかし コロナウイルスが問題になる前の2019年より 約33%少なくなりそうです この他にJTVは 何日ぐらい旅行をするか 約1700人にインターネットで聞きました 1泊と答えた人は約36%で 去年より少なくなりました 2泊は約33% 3泊は約17%で どちらも少し増えました JTVは旅行をしたい人が前より増えてきています 景色を楽しむことができる場所が人気です と話しています 4月底長假出行人数比去年多 旅遊公司JTV調查到4月底至5月初 長假出行的事情 根据JTV計算 日本有1600万人旅行 去年同期 東京 大阪等 新型冠狀病毒問題 宣布進入緊急状態 因此今年可能增加約68% 而在冠狀病毒成問題前 他亦可能比2019年 減少約33% 此外 JTV在互聯網上 詢問了約1700人 旅遊公司JTV 旅遊公司JTV 約36% 受訪者 乘搭乘1万人 比去年少 住2万人 約33% 3万人約17% 有少少上升 JTV表示 旅遊公司JTV 旅遊公司JTV 人数比以前更多 可以欣賞風景的地方 非常受歡迎 以上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要看的新聞 不知道大家喜歡這個形式 才看完日文 再看中文 還是像之前那樣 我們可以逐句看一下 大家覺得哪一個 看新聞連日文的方法比較好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我們今天的新聞就來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訂閱找 以及分享出去 我們星期五再見 じゃあまたね 拜拜